STEM教育的重点是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技能,助其在未来工作不确定且复杂的情况下取得成功。 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劳动力,为了从小就打下坚持的STEM基础,有很多方法可以将STEM引入你的学校或教室。 以下是我们激励学生在STEM教育之旅中进行更多探索的方法。 无限可能让学生采用全新的视角看待事物,我们帮助他们理解周围的科学和工程概念的规律。 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大开眼界的经历,激励他们从学习科目中探索更多。 我们的STEM课程旨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,加深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,让他们通过我们的任务和游戏进一步探索。 为他们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。 学习任何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亲身参与其中。 学生不只是阅读和理解,当他们做到了,才算是真正的理解。 我们的盒子探险家实验室系列包括动手活动,将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学习经验,让学生参与进来,可以让他们对手头的话题有更深入的理解,让他们更有求知欲。 盒子创新者实验室系列包括解决问题的活动,它让学生有机会运用科学和数学原理,去识别、设计和建造一些新的有用的东西。 STEM为教师提供标准化的课程计划,他们提供了在课堂上进行STEM的指导,并根据FiveE教学法有效地吸引学生。 我们的差异化学习算法能够为每个学生分配适配级别的内容,这衡量并激励他们不断努力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。 我们与FiveLab合作,为学生创造了通过动手创作和协作学习来探索概念的机会。 FiveLab还可以为教师配备实用技能,使他们能够通过制定方法来实施学习计划。 给我示范,我就会兴奋。 教我,我就会记得。 让我参与,我就能掌握。 加入我们,成为我们K12STEM之旅的成员。 球进、果然 hebt精致i格的气泪。 内容我们有什么想法的人生就询用。 反过放一次,我令他很有 sind的。 准备心装甘连励6没有的。 等会有DO親 influenced和感觉。 éessa,这不能稍慢。